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呀 进 姜与 我这来扫地的 你看你啥脏的 我给扫扫吧 你先来宝爷是吧 你管我眼睛见了哈 不像大宗那几个 宝爷 我这个当初说扫扫地 把桌子收拾 他一个个不情愿呢 不情愿 老子想让他在这个公司干呢 他就得干 不想干 他都是我说几句话的事 看你这儿挺有眼睛教的 还挺好 扫吧 我给瓜子给我摆一摆啊 经理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 这 您别开除我就行 怎么开除你呀 那么有眼睛教话说 你这年纪清明的 干什么保洁啊 啊 我 我在农村长大的 从农村出来 我父母早都没了 我这 高中都没上完 这家里边也没钱 我就出来 出来闯的 没想到 我这刚下火车 什么东西都丢了 这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来当保洁来了 要不然 这保洁这回我也不想干呀 这么年轻 我这说着去 多丢人呀 哎 经理啊 这我多得问一下 这前面的保洁 这为什么都走了呀 保洁有什么丢人呐 这就是个命啊 生下来 我这就是负个命 你呢 干这活啊 最起码还能让你有口饭吃 那前面那几个保洁啊 不听话 我刚才就说了 我有时候在这客瓜子呢 地上地乱啊 我让他扫一扫 我让他扫到里面呢 他不肯 你说过分不过分 还要有一个保洁啊 让他给我煎一杯水 要接的什么啊 一大水凉的 砸牙 热的烫嘴 哎 真是操作了心 还有一个 扫地都不会扫 我个鞋采买的都给我弄脏了 就你个保洁 一过来 还挺我眼睛的 不过我来试你是不是真心的啊 你别再我个儿装起来了 哎 我这没拉一桶 把手伸过来吧 我给瓜子 我不装地上了 让你手里面 我说啊 没听见是吧 别扫了 哎 伸张手 经理啊 没事 你伸张我扫就行了 怎么的啊 我说话不能听了是吧 你想干不想干了 刚才说了 这公司我说了算 这董事长呢 天天二伟不知道干啥去了 那忙得要命 哎 这公司 我一个经理就跟着天你知道吗 啊 快点伸张手 你想干不想干了啊 不是 经理啊 这我就是个保洁的 这扫地是我的工作 可是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呀 小姑娘 你会说话不会啊 刚才说你有眼力降啊 你又不想干啊 想当清洁工的人多了去了啊 你可以滚 别让我看见你瞎眼 小姑娘家家的 我让你干这儿就抬举你了 别给脸不要脸啊 经理啊 你就这样 这保洁是公司交的 谁呀 谁呀 你现在这样 你现在这样 你不还董事长知道吗 董事长算什么 天高黄远 经理啊 您要的文件 哎 这 董事长 你为什么在这儿 什么 我就是董事长 这刚开始我还奇怪 咱公司为什么这保洁 连着走了两三个了 这半个月都不到 咱公司的保洁 都这么快干不下去了吗 我就想着 让朱秘书给我准备了这套衣服 想来试探试探你 没想到啊 陆经理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他平时看着你挺老实的 背地里面 这坏事做的不少呀 这 董事长 您让我准备这衣服原来是 是 为了这样 这咱公司保洁 连着走了两三个了 我还奇怪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没想到呀 这陆经理滥用之权 随便开除保洁人员 而且 他还让保洁伸手 去给他 让他接他的瓜子皮 还有这样的人吗 不尊重人家 陆经理 这当初可是看你这业绩好 才把你提为经理的 没想到啊 你居然都是这样恶劣的行为 你太让我伤了 哎呀 董事长 董事长 你相信我 没想到您真是董事长啊 我刚才 就是故意试探那些保洁人员 看他是不是诚心想在这个公司干了呢 他们这点活都干不好 要他们有什么用啊 我哥当经理的 每天还在忙着 还在故意试探他们 我还挺累的 董事长 你也知道我哥一片苦心 你刚才不用生那么大火 你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 卢经理啊 这是我亲自来 亲自体验的 你要是说 这让朱秘书去调查给我 我怕还是不相信的 行了 你也别说那么多了 朱秘书 这你也在这儿 这你也看见了 明天 就让卢经理啊 走人 我们公司过不起他 是董事长 别啊 别啊 董事长 我这还没忙吧 行了 我呢也不在这儿跟你废话了 浪费我的时间 走 朱秘书 董事长 请问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陆经理 朱秘书帮我说好话吧 唉 你呀 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这是办了什么事啊 唉 咻 进 老板 这是公司最近的收益 你看一下吧 这收益挺好的 我看了它 哎 是 最近咱员工 这都可以吧 对干劲十足的 哎 行 那这我看过了 老板 那没事吧 我去先走了 哎 哎 小卢 你等一下 什么事啊 你这在咱公司四五年了 你也是老员工了吧 这公司呢 最近搞个活动 为了公司能更好发展 也是为了员工个人的幸福 这公司决定 给这些老员工们 介绍相亲对象 这小卢 你有什么要求呀 你说来我听听 真的假的老板 我个单身这么多年了 还能介绍个对象 那能骗你吗 介绍对象了 跟他好好想一想 嗯 首先 这个子都带高吧 再加上 长得漂亮吧 肤白貌美 这少不了的 现在呢 也讲究个学历 学历 来个研究生吧 我感觉研究生 博士也可以 哦 我再找 最好那女方 嫁定条件好点的 不少奋斗二十年吗 哎呀 再想想看 这姑娘也得心肠在好 是吧 她心肠不好 我刚在一块 心里面也压抑了 然后心肠好的 腹白貌美 大方腿 然后父母也好一点的 父母事情不多 也喜欢我的 我想想 再想想 哎呀 这突然有对象了 这儿激动 再想想看 这老上人照娘 他们也长得好干 这让我给基因好啊 那有我的孩子 他长得更好看了 都可以当明星了 当明星当艺人的 哎呀 小卢 那你这 还有其他要求吗 哎 老板 你看你这说的 这都基本要求 外面我高的说的 那以后 想好了要求 再给你商量 再说说吧 哎呦 小卢 你这要求法不少呢 这没想到 你眼光挺高呀 可不吗 反正像我这样的 找不到什么对象 让我把高的脸说 干嘛 他也有尊严嘛 怪不得你单身这么多年 老公 老婆回来了 你干嘛呢 玩游戏啊 还玩游戏呢 哎 这明天都降温了 这过几天天都该冷了 走吧 你陪我出去逛街 买点厚衣服 逛街逛街 你给我每次一逛街 逛逛大半天 我不去 你想去你去过 你陪我去嘛 女人 真麻烦 我逛个街就逛吧 还不买 你在那 不营养人家收货员嘛 收货员过来 你进了半天 进了 吐吐口红 擦擦嘴 之后不买就走了 你说 比较比较 有什么可比较的 喜欢就买呗 逛逛逛半天 我的时间 我想打游戏 你自己上去 你每天出来打游戏 还会干嘛呀 再说了 这不买不还是为了 给你们男人生钱吗 你不去算了 我自己去 想去自己去呗 你真是过来 跟我说一声 老婆回来了 你怎么还要打游戏啊 我这都出去三四个小时了 好意思说呢 希望我没陪你去 一逛逛三四个小时 还有这游戏好玩 你那多枯燥啊 行了行了 你看我买这个毛巾好不好看 还挺好看还挺萌的 是吧 给我买的吧这是 哎呀 你那毛巾不是用好多年了吗 该换了 这样吧 真谢谢老婆了 老婆 谢谢你给我买的毛巾 我确实也该换毛巾了 不客气 不是让我看看 老婆 这是干嘛呀这是 你那毛巾用几年了 我刚不是说了吗 你这不是该换毛巾了吗 你该 我做给你 你刚不是说这个可爱吗 这个毛巾跟我一样可爱呢 那个毛巾你就用着吧 还能用几年呢 不是 老婆 老婆 哎 在家里面 女人 地位最大 这孩子排老二 就连狗 都地位都比我高 毛巾蛋 哎呦 不过 老婆给他骂 算心意了 哎 有些毛巾了 继续玩我的游戏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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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